早知道啊 就不开那两个 绸缎庄的分号了 你心里也清楚 如今要变卖产田 一是来不及 二是太惹人耳目了 咱们家本来就数大招锋 如今更是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只有眼下这点活钱 还要费好大力气 想办法慢慢地 倒挡出去呢 我知道 我就是觉得可惜了 轻重缓急都分不清了 既然决定要走 就别长叙短叹的 这样让管账得欲如难做 我是替你可惜 你说这么多年 咱家这些家产啊 都是你一手一脚地 经营起来的 可现在 换个地方 重新一手一脚地 经营就是了 人上了年纪 精神气力都不如从前了 重新来过 好可容易 咱们不是还有玉如吗 这孩子有我当年的心情 是 玉如这孩子呀真不错啊 你说到了咱们家 就遇到这种变故 福没想几天 最到跟着一起糟了 也难为她 有这样的好儿媳妇 是咱们上辈子修来的 是可惜啊 往后的日子 跟从前是没法比了 这朝中没有了靠山 摆底上人 难做呀 玉如和九思往后的日子 可比咱们当年难多了 这九思呢 又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都怪咱们这些年太浇灌她了 所以说呀 咱们家这次的事 必须一无一时地告诉她 我已经让秦水去找她了 让她过来 前些天不告诉她 那是因为她口试 爹 娘 什么事啊 快说呀 我还要去打练呢 都半年没去了 你爹有话要跟你说 说呀 去吧 考完试了 放松放松 不许惹事啊 早点回来 算了 就这儿呀 去吧 那等我回来 咱们烤肉吃 你不是说要跟她讲 咱们家现在的处境吗 怎么见了儿子 你倒不说了 说不出口 她好不容易考完试了 让她放松放松 那我总不能这个时候 跟她说 咱们家处境危险 给孩子增加负担吗 平常你还老说我教过儿子 我看你呀 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那怎么办 做父母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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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